警方将重机吊起进行扣押 这辆昂贵的重机与画面上这台保时捷名车 都是属于实信男子等人所有 原来实信男子是某广告公司业务 他利用任职广告公司资源 勾结诈骗集团在各大媒体及网络投放诈骗广告 假冒名人代言又骗民众点击页面落入陷阱 这家广告公司经过刑事局多次通知 下架广告却自知不理 警方清查至少93人受害 被骗金额达2亿多元 实信主贤贪图庞大的广告代理地 及自身于广告公司任职专业 成立人口公司 承转收受诈欺彰款 利用公司广告平台 并假冒知名财经专家代言 使不知情的民众 误信点误广告页面 进而连结至LINE群组 逐步落误诈欺集团的话术陷阱 而招诈骗 该公司曾接获等于多次通知下架广告 仍然持续优化投放广告 使更多的民众遭受诈骗 刑事局干员 借步分析诈骗手法提醒民众注意 各类电子媒体看到投资广告 被快速获利所吸引 进而点击广告后出现投资网页 与立即加入假投资老师LINE 加入LINE后 集召各类投资话术诈骗 再将投资金交由假币商转为虚拟货币 以后诈骗集团以虚拟货币支付广告费用 实信嫌犯为了制造断点 更早来妻子与父亲成立人头公司 诈骗集团将张款由虚拟货币转为新台币后 从人头公司以广告费用支付给实信嫌犯 任职的广告公司 实信嫌犯再从中谋利 警方逮捕实信嫌犯5人 并查后实加财产高达1亿多元 全案依刑法加重诈欺罪 移送台北地审署申办 其中实信嫌犯遭裁定积压禁件 记者张祈腾 参与报导